NOW ZEELAND 纽西兰的人口稀少 只有大约五百万人 但绵羊的数量却有好几千万 人与羊的比例是一比七 是一个羊比人还多的国家 而且一半的人都居住在北岛最大的城市 奥克兰 走在其他地方 说不定遇到羊的几率都比遇到人高呢 你有看过电影《魔戒》吗 影片中哈比人所住的村庄 就是位于纽西兰北岛 马塔马塔镇附近的哈比屯 在电影结束拍摄后 完整留下当时的电影场景 如果要到哈比屯参观 记得要先预约哦 另一部电影《纳尼亚传奇》 也曾经在纽西兰的教堂湾 还有巨石山进行拍摄 看看这些美丽又特殊的地理景观 是不是美得很不真实呢 当你听到Kiwi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呢 在纽西兰可能指的是奇异果 也可能指的是奇异鸟 还有可能指的是土生土长的纽西兰人 纽西兰人英文正同名字是New Zealander 但它们一般都自称Kiwi 因为Kiwi这个词对它们而言 代表着独特 也是身为纽西兰人的骄傲 奇异鸟 Kiwi Bird 是纽西兰的果鸟 也是世界三大奇鸟之一 有着长长的尖嘴 和短小可爱的身体 叫声听起来就像Kiwi的音 虽然是鸟类 但其实奇异鸟的翅膀 已经退化不会飞了 加上它的视力不好 所以近几年 已经几乎快要灭绝 被列为保育类动物 奇异果 Kiwi Fruit 则是纽西兰最著名的水果之一 棕色和毛茸茸的外皮 和奇异鸟很像 也是奇异鸟食物来源之一 但你知道吗 其实奇异果是来自于中国呢 纽西兰的原住民是毛利人 毛利人的语言 和台湾的高山原住民类似 所以也有人说 毛利人是来自台湾呢 从传说故事 建筑艺术 到街道的命名 都可以看出 纽西兰对毛利文化的重视 纹身 战舞 雕刻艺术 银爵 是毛利文化的代表 银爵 Silver Fern 在毛利人及纽西兰心中 有神圣的地位 纽西兰护照封面 纽西兰航空 和橄榄球国家队的对挥 都可以看到它的踪迹 毛利人的战舞 哈卡舞 哈卡 是毛利人文明世界的舞蹈 古代用来吓跑敌人 也会在婚丧喜庆 送别宴 运动比赛前 跳上这支舞 到现代 已经演变成为 表达对客人 友好欢迎的舞蹈 毛利人有一个 很特别的打招呼礼俗 碰鼻礼 他们认为 人的灵气 在头部 透过涂出的鼻尖 可以与别人互通 代表友好的意思 鼻子碰的次数越多 时间越长 表示来宾所受的礼遇越高 当你听到 加上鼻碰鼻两次 就是毛利人最亲切的 打招呼方式 Lake Takapo Waitomo Glow Worm Caves Wayotapu Thermal Wonderland 下次再一起探索 世界的其他角落吧 拜拜